宗教活动预告 拥有300多年历史的无期朝员工 即将在9月8号起 从台北港搭船出发 前往大陆梅州祖庙 展开为期四天三夜的业主资旅 预计将有500位信徒 将热情相随 场面盛大 庙方也表示 这次除了宫寝静香妈和泉州妈 一同到梅州静香之外 从民国77年分离来台的大陆妈 也将首度回到祖庙 因此意义相当重大 众人手持清香 前程祝导 拥有300多年历史的无期朝员工 即将在9月8号起 从台北港搭船出发 前往大陆梅州祖庙 展开为期四天三夜的业主之旅 一共将近500位的信徒 将这情相随 场面相当盛大 就是我们五车条案庄 杰朗新条庄 欧力力发条人庄 台中天神庄 跟秦水公安团 一旦我们的福家 到美庄 所以一共呢 这一次有422个人参与 所以呢这一次呢 只有四天的时间 要走五间庙宇 行程非常的紧凑 所以在这一次的行程呢 大家都相当的高兴 也非常的兴奋 为了即将启程的业主之旅 庙方人员 也正加紧脚步的忙着整理神教 跟将军团要做好最佳的准备 而庙方也表示 这一回除了公寝 敬香妈跟泉州妈 一同到 美洲敬香之外 从民国77年分离来台的 大陆妈 也将首度的回到祖庙 因此意义相当重大 所以77年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次 这次完蛋白回去回两家 第一次回两家的大陆妈 就是民国77年辞回 大陆妈第一次回去呢 那大家能够 公营我们的这个大陆妈呢 回到祖庙呢 相信 马祖他们之间呢 他们的姐妹 也能够互相的团聚 这是我们 大家可以做到的地方 而追趟夜祖之旅 预计在11号下午 会回到台州武器 来举办回轮安坐 而地方也准备好 要以传统的招打给的方式 来供应马祖回轮 也会民众一起来到五星老街 感受难得的宗教魅力 记者川普和台中采访不到